娱乐第一眼八卦新刊店 欢迎订阅和点赞 欧阳娜娜即将官宣为陈凯歌儿媳 陈飞宇已经掳获少女心 欧阳娜娜00后当红流量小花 台湾女演员以及知名的大提琴演奏家 14岁的欧阳娜娜因出演陈思成导演的电影 北京爱情故事而正式进入大众事业 多彩又可爱的娜比 也是在一夜之间圈了不少内地粉 更是凭借着综艺王牌对王牌 彻底在内地走红 今年才刚刚成年的欧阳娜娜 也到了青春懵懂的时候 一向直爽的她 也是丝毫不在意网络的流言蜚语 在521这天 欧阳娜娜的一条微博 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竟然转发了新近小鲜肉陈飞宇的微博 还配文最好的我们 这难道是官宣的节奏 作为00后明星代表 欧阳娜娜5岁半就开始学习钢琴 6岁时开始学习大提琴 更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内 荣获各种荣誉 在2013年的时候 凭借着出色的大提琴演奏技术 以最小年纪考入世界著名顶尖音乐学院 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 并荣获全额奖学金 在很多网友看来 她就是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 甚至在微博话题 你最想活成谁的样子中 是很多人想要活成的模样 欧阳娜娜起点高 出生于艺术师家 从小就顶着光环 父亲是主演精华燕云 红极一时的欧阳龙 母亲是以清纯玉女形象出道的妇娟 还有一位至差乐坛的姑姑 欧阳菲菲 感恩的心 爱的路上 我和你都是她的代表作 还和林青霞是闺蜜 顶着这样的光环 欧阳娜娜在娱乐圈闯荡的经历 比普通人要顺利许多 四岁 东上 康熙来了 六岁开始学习大提琴 以第一名的成绩 成功考学 之后一直沉浸在大提琴的世界里 十二岁就举办了 Only Nana 2012欧阳娜娜大提琴读奏会 寻回音乐会 成为年纪最小的大提琴演奏家 十三岁考上了科蒂斯音乐学院 是全额奖学金的获得者 十四岁前的欧阳娜娜 是天才少女 是被肚子金光成长的 拿着上天赐欲的通行证 一路畅通无阻 在所有人都以为她会按照原本的路径 成为赫赫有名的独奏音乐家时 她却休学了 和刘浩然出演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两人组起了CP 而后又出演了电影《破风》 在娱乐圈崭头漏脚 但娱乐圈繁忙的行程 让她无法兼顾学业 就这样欧阳娜娜选择了休学 那段时间 对从小拿着通行证的欧阳娜娜来说 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黑暗 收到无数的嘲讽和热议 认为她小小年纪就不务正业 一心想着圈前 此后大众便戴着有色眼镜看她 参加综艺《偶像来了》 骂她趁热度 拍偶像剧《是上先生》 却凭借不怎么样的演技出了圈 参加演员的诞生 被评委批评了个遍 一句蚂蚁竞走十年了 更是让她遭受数不尽的嘲笑 她的路人员就这样逐渐被败光了 不管之后的她有什么进步 总会被蚂蚁竞走这样的梗给淹没 激进全网黑 网友攻击她的演技 攻击她的长相 甚至还攻击她的家人 此前的所有路人员都灰飞烟灭 直到很久之后 她才在采访中表示 不认为当年退学的决定是错误的 如果一直就读音乐学院 要从初二读到大学毕业 比起这样的人生 欧阳娜娜更希望自己的人生 更有挑战一些 全网潮的代价是 欧阳娜娜自耐之后 再也没有出演过任何作品 她把重心转移到了其他方面 最重要的是 她选择重返校园 继续研究音乐 欧阳娜娜娜被伯利克音乐学院成功录取 成为了刘宪华 王力宏的学妹 王源也即将成为她的校友 重返校园的欧阳娜娜 依旧没有安分读书 她拍Flon揽货了一大批路人员 她发在社交平台上的穿搭 被无数人模仿 随便玩的抖音 也让她成为了抖音上 堪称最会玩手指舞的女艺人 欧阳娜娜依旧是那个 走到何处都能闪闪发光的女孩 从她的Flon可以了解到 重返校园的这段时间里 欧阳娜娜对待学业十分认真 为了考试通宵打蛋 学习工作两头跑 经常一天只能睡几个小时 在综艺小姐姐们的花店里 欧阳娜娜的表现 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年纪最小 却担着最重要的责任 认真照顾好身边的哥哥姐姐 为了开花店 还特地去学习花艺 大家都被这样的她给打动了 那些被蚂蚁禁走逼走的人 又一次被欧阳娜娜的人格魅力 给圈了回来 从天才少女到黑料榜生 再到现在的重过新生 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 让人忘了她还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女 而提到陈飞宇 很多人可能会感到陌生 但是如果提到她的父亲 陈凯歌导演 想必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吧 顶着新二代的光环 陈凯歌的小儿子陈飞宇 今年才刚满十八周岁 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 虽然她年纪还小 事业上还颇有建树 其最近刚播出的电视剧《江夜》 受到了广泛关注 不少明星大咖为其打扩 不能看出她的未来 还是很受看好的 欧阳娜娜和陈飞宇 两人在娱乐圈中 算是年龄相仿 且同样具备才华的年轻人了 这也使得他们彼此吸引 两人在娱乐圈中 也算是较为要好的朋友了 两人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较多互动 两人经常会互到晚安 连头像都换成相同的 眼尖的网友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欧阳娜娜把照片 换成小鹿班笔 没多久之后 陈飞宇的头像也换成一样的 再早一些的时候 陈飞宇在社交平台晒出照片 还说晚安被解 就是指欧阳娜娜 除此之外 欧阳娜娜和陈飞宇两人 也多次被拍到在一起出现 虽然这不能证明什么 却也给爱幻想的网友制造了糖分 甚至很多网友 在种种迹象的佐证之下 在微博下流出 请你们立刻官宣 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评论 不得不说 同为两千年出生的他们 不论是家庭状况 还是才华颜值 都是十分匹配的 只不过按照他们现在的年龄来说 可能父母不会建议他们过早恋爱 外加上如今年轻人的思维比较开放 老姨母认为 他们这个年纪 说恋爱还为时较早 这把糖我们还需捧在手里 不要过早吃到肚里才好 除此之外 欧阳娜娜和刘浩然的关系也十分不错 他们也被很多网友评为金童玉女 还传出了一些绯闻 对于欧阳娜娜的这两个绯闻男友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你更看好谁 记得订阅和点赞哦